这节呢来画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组合的名案啊 然后是一个砂锅啊 是一个砂锅和这个西红柿的一个组合 再加一块布子 就是这么一点点物体啊 非常少的物体 还是先定位置啊 这个起行的时候 我们用放松的方式啊 放松一些 放松一点 不要太过于纠结 稍微放松一些 就这么一点物体画的稍微饱满一些 画饱满一些 要不它会非常的挤啊 非常的空 你看这是所有物体的上下位置啊 去定 定好了之后呢 然后宽窄 这是这个 看准了啊 看准确 但是好像是一个 四十几没拍吗 是的 在这方面升线 我们ível że 这个宽一些 然后这个顶部 先不用管 先不用管它这个盖 盖这个部分 先不用管 然后先换什么 先去把它 它这个锅 砂锅的这个锅的部分 锅体的这个部分 它走出来 非常放松的去起行 不要去不要去抠 不要去抓 好 这是一个基本 它的一个椭圆 椭圆 好 好 好 我 好像 这个呢 它是平的 这个呢 就太低了 太低了 这个呢 又有点高 稍微 往下挪 这种位置呢 是最最重要的 位置画对了 它 它这种比例啊 空间 它都会受到牵连 位置画错了 这些东西就 都错了 慢一点去画 慢慢的画 然后底部呢 它放在这个布子上面 放在布子上面 它已经 这样的一个斜度啊 穿度 要定好 在这个地方 画准确 这个口高一些啊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中线呢 就在这儿 一定要画准确 这是两个基本的坡度 有点 有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这个砂锅的这个杆是这么宽 大家再想一下我们前面画过的那个砂锅的结构 这个棱 这个棱到底是几个几个面 这个不能搞错了 哇 这是投影 画的时候可是很放松的 啊 这是它这个口 啊 这个盖啊 盖 那这个注意它这个中线啊 包括它这个特点 然后再往下走的话 有布子 好 那这个物体出来 那它西红是在这儿吗 不在这儿啊 应该在哪儿呢 在这儿 啊 应该这个定的位置还是差很多的 在这个地方 大小啊 也是很大的 方啊 方画它 啊 这个你看它外形 从外形上就要让它感觉鼓起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识 没有这个意识的时候 你起出来那个形都是柔柔弱弱的 圆乎乎的 像皮球一样 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结构 很强的这种结构的意识的话 你起出来就单纯的话 一个外形就感觉它要 快要膨胀了啊 快要膨胀了这种感觉 放松 一定要放松 一定要放松 这是衬布的一个 外面的一个大的形 大的形 来到这个地方 你看这样的话 它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饱满 就比较饱满 这个地方呢 正好它是什么呢 是这个布子的形 你看它是一个弯的啊 这样的一个弯度 是吧 然后到这儿起来 然后再弯下去 这就行 你要弯下去 弯不下去 它这个厚度就没有 不能直指在这儿画出来就完事 你得到这关键往下弯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个厚度 这就是意识 你要有体的意识 你有体的意识 有结构的意识去起形 所以你没有体积跟结构的意识去起形 它最终的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 有体的意识出 起出来的形呢 就是有体积的 你没有体积的意识呢 起出来的形就是平的 这个非常重要 你看要是怎么样呢 是这个形结构体积啊 同时走啊 同时走 然后投影都行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下来 然后 这下来 这是这个西红柿的形 当然西红柿的结构要不要 当然要 你没有交界线 没有收光背光 哪来的投影呢 是不是 所以说整体就是这种意识 方线 一定要用方线去走 那这个时候 它这个体感就非常的明显 这个时候这里可以加墙 为什么呢 它是转折 非常明显 这个地方可以加墙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这个西红柿的一个基本的形 通常情况下呢 就是像铺色阶段都是拿上两根笔 拿上两根笔 同样的两根笔 为什么 因为铺的过程中它会有些小的地方 可能需要稍微轻轻的卡一下 它需要笔尖一些 比如说像这样的地方 它就得精致一些 那这个时候是起形呢 还是铺色呢 它并不是严格的 就是带上颜色去走形 可以这么理解 或者是用颜色去起形 也可以说是 关键的地方 稍微强调一下 然后拿了下面 这个里边 这里边呢 还有几层啊 这些到底还有什么样的联系 卡住啊 这里边呢 然后看在哪呢 这个部分 那它这个挽下来之后 这些地方 这个地方了 扣到了 有投影 抓这个关键点 关键点装一下 这是一个严格的一个形 放松 都是用这种 负线 什么负线呢 就是说它不是一根磁线 它是一组线条 去卡 这些关键的柱位 一定是整体的 没有任何地方就是 从局部开始画 也没有任何地方 画一个局部 其他不管了 没有这样的情况 都是从整体入手 然后到这下来 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形呢 它就有变化了 为什么会有变化呢 我卡着关键点 刚开始你看 这都是一个概括 它是概括性质的 这就是概括性质的 像这些关键的这些部位 都是强调这些重点部位 你看这个里面有吊子吗 这个是不是吊子呢 这个是不是吊子呢 是带着这个吊子呢去走行 你能叫它铺色吗 也不是铺色 好像还不知道那个完铺色 所以说呢 最终啊 咱们是封部的来去讲这些过程 但是到一定 画到一定程度呢 它一定是融合的 就是你是连形代色一块上 而且还能控制得非常好 这就是 这个鞋呢 非常重要 这是交界线 你看我画的时候呢 这个启形的时候就没有把它这个 就没有把它这个 轮廓啊 交界啊 投影啊 啊 没有把这些内容 给它 分布的就进行 而是揉到一起 去走 这样的话更加的 自然啊 更加的舒服 过分的拆解呢 它其实是一个辅助于 可以辅助我们来理解这个内容 但是呢 你在画的时候 你过分的去那样去拆解 反而呢 就是说限制这个思维啊 限制这个 总之啊 画的时候一定是活的啊 一定是灵活的灵活用用 就是启形也好 出色也好 就是一切都是灵活的 它不是一个八股的一个概念 非常的教条啊 不是这样子 我们讲的是这样子 我们真正画的时候呢 是灵活多变的啊 这就是说为什么 启形方法里边呢 有严谨的这种方法 那是辅助于我们理解这个 要画什么内容啊 要画什么内容 那还有就是放松的这种方法 这个启形方式呢 同样的一些要素 它怎么去抓 它是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 这个结果下去了 这个形呢 就非常的松动啊 非常的松动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一个地方卡死 都是比较松松垮垮的这样的感觉 但是呢 关键点它又很 关键的地方 它又非常的明确啊 比如像这儿 像这些地方啊 像这些又非常的明确 一点也不含糊 方一点 然后 这个布格 最后呢 后面还有个大大的这个 投影 这是这个砂锅的投影 这个用片呢 你看我是用调子的形式来去走 它这个投影的形 为什么这么做呢 你不能它勒一根线勒死了 是吧 你只要这么走勒一根线 那那这个画面就没法画了 就到头了 所以说注意这个方法了 这个外轮廓呢 稍微也收一下 好 那这个形呢 就出来了 这是起形这一步 严谨啊 严谨 用笔放松 关键严谨 好 现在呢 开始这个铺色 铺色的时候 首先呢 就是它的背光 背光面 有些地方 我拿一个软的笔 拿一个硬的笔 拿一个这个2B 然后再拿一个8B 8B呢 就是铺这个深的地方 深一些这些地方 然后呢 2B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里边 它是卡的 该卡的地方 然后这个部分 实际上也是 这个地方 它都是背光 还有就是这个里边 把这个地方 给它夹上 好 你看这个面 这个面呢 一加上之后呢 它就非常的重了 它这个层次呢 就出来了 然后这边呢 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呢 它虽然是重 但是不能用8B 因为它本身 这铺有色不是特别深 它还属于一个什么呢 它属于一个这种 土黄的这种感觉 这样的一个颜色 不能用那个 8B 一样就太黑了 像这个缝隙里边 这个没问题 这个可以用8B 稍微给一下 这就是它的强度 这种感觉 就是它 接著,來吧 像这个缝隙里边可以给一下 很容易就种下去了 肤色就是邋遢的关系 一定要到位 好 好 好 这是这个暗部 然后这个投影直接就跟上 注意这个西红柿边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这个后面的投影 它整体还是算是这个画面里面积比较大 颜色比较重的一块一个地方 是这个画面积比较重的一块 然后底下这个窝里边 先用4B给它铺 铺上之后 一些关键的点子 再拿这个8B卡一下 再拿这个窝里边 可以有些地方它可以反复的叠加 交叉多画几遍都可以 这个画面非常的丰富 很透 没有那种死黑的一片大面积的这种 所以这个画画画选这个素材也非常重要 有的素材它拍的就非常的焦 物体摆放的就非常的焦 就是摆放物体选择这个物体的时候就 关系就拉不开 那种东西你画出来之后 它自然它就是红的焦的 颜色蒙的 这是要注意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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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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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前后注意一下 这个芭比 最重要的地方 来一点 然后光铺这个是不够的 还有它这个上面 上面哪呢 就是它这个瘦光部位 瘦光部位为什么要铺 因为它有固有色的问题 固有色的关系在里头 像这个部分 它属于就包括西红柿 它固有色也是整体偏重 那在铺的时候呢 就得要把它这个 上面的相应的这些 就跟上一些 有色的关系 有色的关系 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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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 本身它是有固有色的 固有的颜色 然后现在就是下面的背景 后面的背景 也 Cruise 熟owego 然后再转开 hell 要 得 混 有 它这个背景也是左上角这块重 右上角浅 铺色的一定要大胆 就是行控制好了 然后胆子大一些快速一些铺 不能够太多你多带水磨 不能磨掉子必须刷线条 刷掉子 长一点 这个线条 好 到了这个后面 背景它属于一个重灰色块 重灰的一个色块 这个关系把控好了 然后左上角它属于一个更重的灰 首先铺的时候 这个关系就要拉开 从左往右的这个背景后面的这个变化和不同 变化跟区别 把它分开 再动 这是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基调 这个边缘靴也没关系 靴的也没关系 能到后面的一揉一擦 就非常漂亮 然后现在就是说 这个布子和桌面它有一点颜色 就是有一些接近 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说 给它把这个桌面 压回一个层次 但是甜甜的 非常甜的一个层次 把布子就给它留成一块 亮一些的布子 好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铺色的一个大关系 铺铺完颜色的一个大的关系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只要把它这个 一揉一擦 它这个大的这个明眼关系 一下子就出来了 这个这个物体呢 可以稍微弱一些 它擦完之后 它就会非常强烈 现在看看上去比较弱 好 好 这铺色 这铺色 然后这个 这个布子的后面呢 可以灰一些 前后关系它区分一下 后面区分一点点 总之 铺色阶段一定要放开了 但是关系不能够放了 关系要严谨